感觉体验有点暴躁 不要去计较了 破财免灾 我就感觉很赖 你这喉咙都已经那个了 这台湾可真是养人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西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登机的时候 就过那个check-in的时候 安检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个 电动提醒 国际标准的一个 国际品牌的一个行李箱 可以登机的 然后那个 就是一个小小像充电宝 那样的一个电子 它是可以上飞机的 符合标准的 然后结果到那边 他就说你要去搬拖运 你不可以上 因为台北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客人在那个飞机上面 操作 然后就是会影响到了 其他的客人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不可以用 这个都不可以 那我买这个 我买这个就是为了 方便登机 我不想拖运 然后我们另外又要再去搬拖运 那这个电池已经拔掉了 要求我们已经拔掉取出来了 那我们不使用就行了 然后我们花了一个大价钱 去拖运那个 那我就觉得很不OK 而且我们是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 但是规定我们还是遵守 这个机场的规定 我们还是遵守 然后拉麦托先生说 哪去拖运 这个钱我们花的也不是很多 不算是大钱 日仙买公斤数跟现场买公斤数的价格是很超过的 然后那个连价航空它本身就是扣落这个再降级 南帕托先生是觉得算了 不要去计较了 破财免灾 现在当下是9月30号 我们看这个民航局的规定 他也没有写这个规定 我们是没有在这个民航上面看到 是有强制要规定 投印行李的规定 对吧 但是他 今年的9月13号 他的新闻 但是他并没有写说强制要 对 那个工作人员就必须要我们投印 就是不给我们拿进去 但是我们电池已经拆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查阅了相关的所有都没有看到 我们只看到他care的是电池的功率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说因为有人在上面玩 然后是不给民航局的这个 在那个机场里面开这个行李箱是 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很不OK的事情会冥想别人 我觉得这个规定也很重要 这个时候 你手机行李跟破运行李的时候 然后你如果是拿电价航空的话 对 你受的影响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对 电价航空的话是 你比较小的需求 拿电价航空是划算的 但是你如果是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在出发前先买套餐 他并没有提到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airway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必须强制拖运 对 没有 并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规定 必须强制性的拖运 但是你说把电池拆掉不能使用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 OK我们也根据他的这个要求把电池拆掉拿出来 对吧 我觉得这个规律规定是线考虑 我不能说他是有错 他应该要特别列出来这个东西 是应该用 通讯 对 我们就知道 但是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样子 对不行之前没有看到 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考虑 肯定是由他们的因素所带的 这个是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对吧 因为你想想跟这个拍着一个电动行李箱在那机场乱串 那确实会影响到别人 或者是撞到别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这么说 你在管制区里面 尽量使用非电动的东西能不能够理解 对 但是我现在变成发现了 你为什么能非电动 虽然说 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当着那个安检的人的面 然后把这个电池拆开 但是离开这个安检的人的面前 他又转上去 然后再继续使用 那这些人就是 那再使用的话 真的是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配合 那但是 目前来说 我们查阅了所有 没有看到民航局发布这个规定 如果他让我过的话 他也很为难 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规定 对 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规定 而且 这个工作人员 他的态度是很好 但我也尽量地去跟他解释说 那拿掉电池 跟一个空的行李商有什么去年吗 不可以上飞 而且我们家里飞机也要那个了 说飞得要去 这种可能只用这个电动骑进行李箱的人 虽然不多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骑一下 就台湾有一句话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就是台湾 就是发生 人家骑着这个电动骑进行李箱 在机场内乱晃 然后干扰到其他的人 或者是带来一些不OK的现象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再导致我这样的连串的一个影响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规定产生 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不OK的事情 它两千块钱的 会心疼 对 不会心疼 但是我就会觉得很不明显 但我觉得这个部署 我并不会觉得台湾是一个不OK的地方 并不会这样觉得 而是觉得可能一个新的规定又要出台了 出相关的规定 写在他的那个规定栏上面 而不是说我发了这个新闻 我们也没有看到新闻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新闻对吧 而且普通老百姓会不一定会去 天天去看这个新闻 对 因为新闻也太多了 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就是有一个纠错的一个体系 对 就是发现问题 然后大家去反映不出来 不是天天说什么好棒棒好棒棒 这里好棒棒 没有问题我就反映出来后 大家都会去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再次去改进 对吧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 嗯 就是起了一个房子这件事情 然后全部都在那里 站着住家 我们觉得台湾它就是一个可以接纳不同声音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出来 很快落地澳门啦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 妹妹我先上一句话 澳门的夜景 很多娱乐场灯火通明 怎么样 金碧辉煌的感觉 娱乐场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灰金如土的地方 非常的富贵 这个是摄氏的29度 相当于往是80次度 然后在这边搭飞机碗到 不贵口岸 澳门机场这边晚上并不是很多人 心情暂时还是放松的 暂时还没到人操拥挤的地方 最可怕的地方应该是在关甲那边 越靠近关甲 我的心就不自觉地打起了积雪 因为想着如果关甲过关的人太多的话 我们错过最后一班回中山的轻轨的话 就要留在珠海住一晚过夜了 留在珠海过夜更加麻烦 因为出关甲左手边就是珠海站 直接走过去搭乘轨即可 但如果错过时间的话 我们就要很麻烦地在网上看住宿 再打车来来回回人都很麻烦 到了宫门口岸一出来就是一股烟味 回到这边的不同之处是在于 好像好多人大家都是习惯钓鱼跟烟 然后在这种公共团队出来就去 现在坐上了轻轨 要回中山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 最后一班前往中山的轻轨 太晚了人不算多 可能是前往珠海和澳门的人很多 估计因为国庆成交刚开始 像我们这样回程的人较少 较少 较少太晚 一位住在这附近的老家邻村的哥哥来接我 已经到中山散了 然后等家人过来接 那边有没有回家的 这里是七公里的 这里都是搞不好的 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过 很多人想住但是没有经历 现在这个社会是强者 强者是非常非常强 但是低层还是找不到 有钱是永远是有钱 我们还接着就换低层 同时 同时 一个扎路也在扎路 就是阶级层次非常的严肃 对吧 那种高层就是非常高层 但是低层就是非常低层 没办法阶级跨越的 很难接近跨越 前两天塞到不行 现在一路上 一路上 一路上 回到外星 走完大路道 走完大路道 今天走完大路道 这样子吗 那个 一驾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城市没人啊 农村也就是 没办法的 因为出来就是为了生活的 就放大田 我这个车开回去 对 对 可以参加导演还是 刚好说这个 假期他那个高层有免费 免费 人也没 也不用多少 反正就是 他有这个10公里的时间 就这样会 打得太低了 然后拿着钱 或者搞得很便宜 大家都没办法赚到钱 像买车的这样 搞个小车的 很多人都会 各个月的 嗯 卷得不得了哦 来到家了 冲凉睡觉 好 快要小心 是 你可以单独睡 对啊 你可以单独睡了 哈哈哈 买法了 啊 我的美丽姐在做 做做做饭给我吃 辛苦了 我都一个月没 几个月没做饭呢 跟你开玩笑 几个月没做饭 然后回来就能吃到 我姐做的饭 好幸福啊 三更半夜啊 三更半夜才到 只要现在十二点做了 我姐在给我做饭 可以大家 一连的 沧桑 好香 厉害 我的姐 要给大家借一下 我姐的背影 下次让她再 给她申请那个入胎证 让她到台湾玩一玩 起锅烧油放大蒜 然后让大蒜爆香 它弄了很热 然后又开始放 蒜 腰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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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 看这大叔手法 就是俐落 放眼 两个美女 我那是双莲啊 你是中凉间咯 你去吧 真的鸡饭而已 有月鱼 有月饼了 双莲就是两个蛋黄 然后是莲蓉月饼 明天再拆箱 今天太晚了 煮好了 很香 那拉曼托先生吃素的话 姐姐就有了这个 青粥小菜 味道真的很不错 好吃好吃 好像有黄金刚 然后整个玉米 还有皮蛋瘦肉粥 青菜玉米粥 就光光那个蜡就是台湾的蜡 对 如果说大理的那种蜡 跟其他省的蜡都差很多 东北的蜡有东北的 我觉得高雄的很多 那种感觉有点靠近北方的菜 可能以前有外省的 很多啊很多 很多很多 北方我很少吃吧 昨天有月饼 回去了 回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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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的 不错 让拜托先生吃个月饼 还要看一下配料表里面有没有 有 台湾狼吃娘家的月饼 这个是双黄莲蓉 就是双两个蛋黄莲 没有 那你吃 吃个月饼要整颗吃 怎么切一小块一小块 就是这样吃的啊 那你们这样吃我这样吃啊 拿两颗蛋的啦 对 胆固醇过高啦 胆固醇过高 吃 amiliar液 咯吴 咯吴 这个嘴有点像鱼尖 咯就这样 아무런 韩政府 第一 吃 interview 这个石榴就这样吃了 直接吃红色的 不用挖就直接这样拿着吃就行了 一颗一颗拿起来吃了 不是一颗一颗 其实不是这样扒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 在这边吃螺蛳粉 那边有加配菜的这个 什么猪脚炸家脚筋 快速的跟你说完 真的啥都不加 本来是有加葱 很帅 台湾是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夫妇 也是来当的夫妇 跟人过去的 以前 还有他们原本的原住民 对啊 对 螺蛳粉 我就是 好这一头 爽 这个螺蛳粉加这个空心菜是 最炸的 然后你刚刚加了什么 多加了什么 我加一个压角 炸的鸭脚 这个 不是还没有炸 它当独立的这个 它现在去弄 对 炸的一个鸭脚 可以 还可以点头 我说什么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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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旁边就是什么 鸭脚炸的鸭脚 炸的鸭脚 鸭脚甜楼包包包西柳 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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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的金黄 如果大家 大家有 做 弄螺蛳粉的话一定要加空心菜 沾到八卦 嗯 越来越了 爽啊 爽 因为这一家挺好吃 挺震动 嗯 嗯 这边有搭客的这个摩托车 要申请的 之前的话有随便都可以 但是现在应该是要申请 大陆的摩托车 现在这个 还挺多人的 我怎么去赚钱呢 买饭 这包饭 还有一条 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个 活动 人超多 这种音乐提放的这种感觉 他在卖自己的摩托车 眼头把我喝两码 沸沸扬扬的这种吵闹声 在台湾居住久了 居然有些许不习惯 脑汁嗡嗡 害怕 水泄不通的感觉 还有这种学习 海浅道的 活动这一波 然后这边有个零食松 特地的这边喝一下这边的这个 酱香拿铁 酱香拿铁 就是那个茅台 在这里喝一杯茶 颜太多了 颜太多了 说话都要超大声 厂门都不经 不经厚 这边的人说话都是用厚 我还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喝买茶 然后台湾是很温柔的 我们走过了 我就是在这里喝买茶 跟我老乡 你原本是很习惯的 我原本是很习惯 但是回来我就 天啊就是用喊的这种 我现在我感觉很累 我就感觉很累 你这喉咙都已经那个了 对啊 我走来走去 你这喉咙的声音 我只是要说话 对 我说 这边又叫我 那边又叫我 你们不是有那个 那边有什么 台北那个素食 对吗 非常 反正这边 我自己是感觉 就是我刚开始就开始有点爆炸的 我感觉你也有点爆炸 我就是感觉 可以找人 你真的很惠惠心 对 我有点爆炸 我就觉得说 啊往哪边哪边 然后演又很好 然后这边又在喊 那边又在喊 然后我就 然后就是 干脆就要 男朋友先生说 干脆就要那个 广播找他好了 很可怕的 不是可怕 我以前是习惯了 但我现在 觉得有点 有点耗心血 我姐姐在这边问 老百多先生 为什么叔叔 我都能够长一身了 哟 好 哈哈 这台湾可真是养人了 就是我能够把 老百多先生 咬得那么胖 很年轻 很年轻 好 太厉害了 好 好 那有十八酿 多种酿 对 什么瓜瓜酿都有 豆腐酿 那要怎么 你是不是说你太猛了 有这个凉草铺 有这个凉草铺 小酌 对影中看有 月亮的照片 谢谢大家的观看 小棋精彩继续哦 小棋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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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棋精彩继续